咬文雀字 带你认识致词的正音正解 和品味背后的趣闻日事 主持 宋旭文 《义闭尹,予义乎乐者,而不耻者,其由也如》 这几句是出自论语指刊篇的 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游 也就是指路的赞叹 他说穿着起一件破旧的棉纳 同一个穿起用糊或者用乐的皮毛来制造的皮袍的人 站在一起而不感觉到可耻的 大概只有重油能够有这样的修养 现在讲的就是语义乎乐者纳的乐字 乐字的字形是虎炮的炮字的左半边 也就是容貌样貌的茅字的左半边 右边加一个国有千秋的国字 这个字正确的读音是和白鹤的学字是同音 但是我们通常广州音读了它叫乐 乐是一种动物的名称 它的形状跟狐狸是差不多的 即是头又尖,鼻又尖 那些毛很深,很厚,即是很长 在论语乡党篇里面有这样讲 胡乐之后义居 它的意思是用胡或者用乐来做的义典 我们看来坐 因为它是很厚,它的毛很长 而且很温暖,很滑 我们是适宜看来坐的 这个字的读音既然有正读,有俗读 正读呢,读做学 即是我们读胡学之后义居 或者我们读语义胡学者立 这个是正读 俗读呢,读做乐 即是同乐,陀的乐字同音 这个字是听众将保禄先生的来信提出的 他的信里面一共提出十个字 我们已经在上几讲解答过几个了 现在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乐字 这个字正读同俗读虽然相差不远 但是到底呢,是不相同的 不过读做乐呢,是十分普遍 我问过好几位读古书的朋友呢 他们呢,都是读做乐 其中只有一位呢,是读做学 论语里面呢,有两次用这个胡乐的字 我幼年读书的时候呢 熟诗呢,也是教我读语义胡乐者立 或者这个胡乐之后移居 实在呢,这个乐字呢,是俗读来的 不是正读 还有一个语,说人家彼此都是一样这么平凡 彼此呢,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就叫做一休之乐 人家呢,也是习惯了读做乐 正确的读法呢,应该读做一休之学 这个字呢,另外同万麦的麦字呢,是相通的 公而无礼,则劳 神而无礼,则洗 勇而无礼,则乱 直而无礼,则搞 这几句是出自论语乡党篇的 是孔子所说的说话 他的意思是这么说 凡是人呢,都要学礼 一切的事 学了礼呢,然后才可以得忠 他说,假如一味恭敬 而不知道礼呢 那就一定知道悲公屈折 逃言,劳苦 只知道谨慎 而不知道用礼来折制呢 就会变成威胁 同时,只知道勇敢 而不知道礼呢 这样不应该做的 也要去做呢,就会生出乱 这四种流币呢,都是从不知礼而来的 所以呢,不能够不学礼 现在说就是,神而无礼,则洗 这四种流币呢,都是从不知礼而来的 下边加一个思想思念的诗字 这个字是听众张保禄先生,他来讯提出十个字之中之一个 张保禄先生问这个字的读音和涵意是怎样 这个字的读音呢,是洗 或者有人读洗,不过读洗的人是比较多 即是呢,我们跟洗字那个洗字呢,是同音 洗字是怎样解呢,是畏惧协罗的意思 亦有人呢,解作畏惧协罗的样子 畏惧同协罗的意思,或者畏惧同协罗的样子呢 两者本来是不同的 但是这些不同的解释,我们呢 可以在他的文理上面呢,是去分别开来 例如我们开头所举的例句 慎而无礼之洗 前人呢,解释这个洗字呢,是畏惧协 即是畏惧的样子 我们显出一种畏惧的样子呢,就叫做洗 但是呢,我以为直接解释到畏惧呢 是比较更好 即是我们只知道谨慎而不知用礼去折制呢 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畏惧了 这个字似乎是不常见的字 即是我们呢,平常在书报上少见 其实不是的 在报纸上我们间中呢,也有用畏惧这个字样 也有写畏惧不前这句话 这句话所谓畏惧不前是为什么呢 是我们畏惧而不敢挺身前进的时候呢 我们叫做畏惧不前 张先生他来信里面有说到啊 他提出这个字呢,是在报纸上的小品文里面发言的 这个字呢,另外呢,又有一个含义是不喜欢的意思 比如在大大礼《曾子纳士》里面有这么说 人言善而色彩言,近于不悦其言 所谓色彩就是面色有些不大喜欢的意思 咬文着字 主持宋旭文 主持宋旭文 好鸟依佳树,飞雨撒高城 放雨素君子,列座分两营 这一首是唐人唯英物语中演习的诗 它的意思是说 那些好的杀鸟,托身于好的树木之上 那些好像飞下来一般的雨水,是洒在高高的城头上 何况我和几位有品德的君子 排列坐在厅堂里面分为两边靠近这个刑柱 他说当然是一种喜欢好的气氛 现在说就是放雨素君子的放字 放的字形是三点水 右边加一个兄弟的兄字 放的读音 也有些写作两滑旁边 也有写作两滑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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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写作一个二字,一个轻字 而正写就是三点水 右边作一个兄弟的轻字 放的读音 有些人会感觉到困惑 就因为有些字典里面它的注音是注到抗 而广州话就读作放 到底两个音之中哪一个音是对呢 这样就会有人因为字典 跟我们的广州音不相同 就会发生困惑 我有一位朋友 他就将这个字读作抗 例如说情抗、状抗 她就这样读法 但是她的太太就不同意她的读法 她的太太认为应该读作情况、状况 或者放且 认为她的丈夫读得这个音不对 那我这位朋友就来问我 其实国音读作抗 广东音读作放 如果我们比此调转一下 我们将广东音读作抗 就会很难听 同时我们若果在国音里面读作放 也很难听或者别人很难接受 在字典里面 有些字的注音 可以用国音也可以读 用广东音也一样可以读 但是有些就不同 例如遗失的遗字 我们广东音读作抗、遗背的遗字 是读作抗、遗背的遗字 是相同 而国音呢 音的语字读作抗、遗 如果在非广州音的字典里面呢 都是注作抗、遗 所以我们不能把国音完全当月音来读 这个放字的含义是为什么呢 是寒水也那些冷的水呢 是叫做放 这个字义呢是很少用 它的常用意呢 是为什么呢 是作为境遇啊、情放啊 这个放字的信里面有这么说 赤素斑来、深感固人、滋意、兼释、皆放之场 这个呢就是说你好的状况 这个放字呢 又作为比放 这个意思 例如这个汉书、高位、孝文、功臣表嘴里面有 以往放今、甚可悲伤 即是以往时的情形来比较现在呢 是这样解 这个放字呢 又作为推进之词 在文章里面将议事推进一层 这样呢 我们就多数用个放字开头 例如这个韩愉的制恶愚文里面有 放朝领海之间去京思万里哉 这两句是出自北史李岳传的 它的意思是说一篇连接着一篇 一页连接着一页所写的文章呢 都不外是描写风云月露的样子的 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连篇旅读的旅字 旅字是怎样写法呢 是耕田的田字 下头呢是一个乔思 这个是一个多音的字 不过啊 每一个音呢 都不同 这样的意义 因此啊 读起来呢 要因着它的文理 而去读出它的不同的音 这个字啊 通常呢 读三个音 第一个呢 读做旅 即是 即这样解 即也叫做旅 所以我们通常呢 叫即旅 或者旅即 我们先头所讲的那个连篇旅读 那个旅字呢 就是旅即的意思 第二这个音呢 读做旅 旅呢 即是牵旅 年旅 那意思 例如我们俗语所讲 旅人不淺 是拖累了别人好心很多 那叫做旅人不淺 凡是那些事件 那相因而招致损失的呢 我们呢 都读它叫旅 我们欠债叫做亏类 或者叫做思类 类呢 又作为家庭 那意思 比如我们家庭呢 说有家类 这个类字呢 我们呢 又作为疲劳 那意思 即是我们很疲劳的时候呢 叫做类 不过啊 这个类字呢 我们多数呢 是国音用 月音呢 我们疲倦呢 就不讲类字 多数呢 都是讲我累的 所以这个类字呢 只是国音用多些 其三呢 这个字呢 读做类 读做类呢 就是跟另一个字形 上头三个田字 摆成品字这样 下头一个巧思 那个类字相通 这个字是听众梁仲舟先生 来讯提出 几个字之中的一个 他的来讯是这样说 他说 本港人是读错字音情形 甚为严重 尤其是电台 电视台之播音人员 有领导读错之嫌 即非城市影响非兴 他的信以下呢 就举出十个以上的词语 他说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人员呢 是经常读错了的 叫我提出来加以糾正 其实梁先生所提出的字 大部分呢 我都已经说过 可惜呢 或者收听我的节目的人呢 是不多 播音员没错 是有些读错了 这些字呢 是改正的 但是呢 亦有很多播音员呢 已经呢 将那些字音改正了 我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逐步来改正 另外有一位 我希望莫滥外先生 他列举本电台播音人员 某月某日 在哪个节目里面呢 读错了哪个字 他是语重心详 我已经呢 将这封信 交给电台有关方面 我觉得呢 有这么多 关心这个字的读音的人呢 对我呢 是一种 精神上呢 是一种鼓励 比我呢 这个鼓励是很多 因为我知道呢 是有些人呢 是对字音是不认真的 有些人呢 对字音呢 是认真的 这些呢 是好的现象 咬文雀字 主持 宋毓文 法国圣 Quốc accommodations 第一次 location 琴 VerseTON 各位嗯 二次印象 咬文雀 美秘 funding 咬文雀 将是唐文雀 美秘 jobs 这几句是出自南唐书《逢言字转日》 他的意思是说《逢言字》那首词 有风炸起吹咒一时春水这样的语句 袁中就用讲笑的口吻去问他 他说风吹咒了一时春水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讲的就是《逢言字有风炸起吹咒一时春水之句》 这个字字 他的字形是什么呢 即是自己的几字写成是埋口的 而且是断尾的 即是自己的几字是那个口上面是写的 而尾巴是断了的不是一个勾 这个字的读音跟自己的字字是同音 字是十二时辰里面的一个 他上一个时辰是晨时 下一个时辰是午时 关于他的字形 那这些人俗语有讲说开口的就是己 迷口的就是字 半开的就是耳京的耳节 实际古代这个字时的字字 和耳京的耳节在字形上是没有分别的 两个都同一样写法 后来然后才分开 这个字是听众李楚怡先生 他来讯提出 他提出这个词人冯然字的名字 他问应该是怎样读 这个词人是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做言字 就是作为字时的字 另一个名字也是叫做言字 但是字字不是这么写法 就是子字后字的字 这样子时的字字 是比较容易读错 因为有可能有人读错了几字 所以我以为他另外加上子字的字字 可能就是方向人读错了 他又有一个字叫做正宗 一个人是常常会有一个名字 也有一个字 他的字就叫做正宗 他的字就跟他的名字有连大关系 因为字时和午时是相接的 字和午都是一日里面正宗的时刻 所以读他做逢言字 这个是没错的 对于逢言字的名字 有人曾经考证过 我也曾经写过笔记 刚刚因为我的书房搬乱了 一时是找不出这些资料 另外有一位赵满雄先生 他来讯问几个问题 其中有讲到诗人白乐天的名字 还有词人李清照的别号 应该是怎样读法 我以前曾经对这个字 讲过现在只是简单答复 白乐天的名字叫做白居易 就是根据中庸君子居易以致命 这个意思来改这个名字 后一个李清照的别号 叫做李二安 他的取义是怎样呢 我未有详细研究到 不过可能是出自这个归去来词 沈庸失之二安 这个词语里面是拿出来的 杀身无益 释足增收 故每样被忍辱 涉浮久活 这几句是出自李宁答书母书的 他的意思是说我想到自杀 但是杀了自己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而且刚好是增加了本身的羞辱 所以常常劣起的三袖露出手臂 强制振作忍受此欲而苟且偷生 现在讲的就是涉浮久活的九字 他的字形是俗语所谓草花头下头加一个词句的句字 句语的句字 这个字是听众赵满雄先生他来讯提出的 他说康熙字典变似的部分有一个字 和这个九且的九字是非常相似 九字另有一个相似的字 他这个音在康熙字典变似的部分 音做激 他说这个九字和激字这两个字的写法 是一样的很难分别 他问我可否举出关于独造激这个音的用法出来呢 现在我先将两个字怎么写法 将个字形分别开来 九且的九字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是俗语所谓草花头 换句话说 即是两个十字平排 这个呢 是一个九字 而这个独造激字那个字是怎么写法呢 它的形态呢 是两个十 但是两个十的横画呢 是中间没有画穿的 换句话说 即是两画直筆左右两边呢 再加一横筆 而那横筆呢 没有画穿了 独造狗的常用意呢 作为狗且 或者孤且 或者假如 独造激的时候呢 就作为急激 例如管子权修里面有 一处百获者仁也 我激众之 如臣用之 这个激字呢 作为急 即是急速的急 也就是我们时常在报纸看到 即需改革的激字 换句话说 也就是呢 極支的激字 極深的激字呢 不要了 木字边 只是呢 要右半边 跟那个激字呢 跟这个激字呢 是相同 但是呢 在古书里面呢 很少这样用到 例如在诗经灵台里面呢 这个激的激字呢 就是用南极北极的激字的右半边 作为急速那样解 而不是用这个 好像狗且的狗字 那个写法 那样一样的 可见呢 诗经呢 也不用这个字 至于赵先生呢 问盘明里面 那个狗字是怎样读法 是应该呢 读作狗日生 游日生 在这一句里面呢 有人呢 解造成经那样解 前人解造成经那样解 其实呢 当作假设之词呢 那样解法呢 我以为更好一点的 咬文雀字 主持宋旭文 主持宋旭文 句一语 不以三语返 則不浮也 这几句是出自论语述语篇的 他的意思是说 那些器物 那些物件 有四个角的呢 是举一只角 来讲解 我们说 例如 张四方的桌 我们说 这只是桌角 那样呢 假如 听 我们讲解的人 他不能够 还举 其余三个桌角 来相证 都证明 这三个呢 一样是角呢 那样呢 孔子呢 就不再向他 讲解了 现在讲就是 举一语不以三愚返 这个愚字 愚的字形呢 是俗语所谓 虎头边 也就是 姓陈的陈字的左半边 右边呢 加一个潘愚圆的愚字 也就是偶然 偶字的右半边 这个字 通常只有一个音 就是 读作 潘愚的愚字 同音 它的咸语是怎么解呢 是旁边 或者呢 一个角落 那样解 例如屋的一角 我们叫它做屋鱼 海的一角 我们叫它做海鱼 地的一角 我们呢 也叫它做一鱼之地 例如 辟柱一鱼 辟柱一鱼 就是偏辟 处在一个角落 这个字 是听众梁重舟先生 来信提出的 他的信里面 指出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人员 经常读错的词语 其中呢 有向愚这个词语 那个愚字 怎样读错 他梁先生就没有写出来 照我推想呢 可能读错了偶然的偶字 因为那个愚字 跟偶然的偶字 是十分相似的 向愚这个词语呢 就是比喻众人都有收获 只是一个人 或者少数人是落空的 这样 这一个人 少数人落空的呢 我们呢 叫它做向愚 这个词语 是七字 寒思外传的 它说 中华满堂而饮酒 有人向愚而悲喻 则一堂为之不乐 他的意思是说 中人聚集在满屋来饮酒 好 单独有一个人呢 向着这个墙的角落 来悲哀哭 这样啊 一屋的人呢 都会因为这样呢 而不感觉到快乐 所谓向愚呢 照字面解呢 就是对着屋的墙角 有不少人呢 对于未认识的字呢 他们不去查文 不去查字典 亦不去问别人 他们呢 既然不查文呢 亦不回避 有时呢 对于未认识的字呢 我们可以不读就不读了 应该呢 要回避的 但是啊 他们呢 偏偏硬硬呢 用个字形相似的 另外一个字的字音去读 例如这个向愚的愚字呢 就会呢 读了呢 向偶 虽然呢 在诗经唐风里面 读做三声在偶 这个呢 就是因为鸭蚁的关系 读做偶 我们啊 在鸭蚁的文字里面呢 可以这样读法 此外呢 我们不能引以为例的 这一章是出自论语维宁篇的 他的意思是孔子说 大家一帮人一日到晚聚集在一树 所说的呢 都是没有正经的说话 而且喜欢卖弄他们的小聪明 这一种人呢 很难跟他们讲大道理的 其中难以灾 另外也有人读做难以灾 读做难以灾呢 他的意思呢 解释做这种人呢 不但无以入得 而且呢 会有患难 两个都有人读 两个都有人读 这种解法 不同的解法 现在讲的就是 好行小胃的胃字 他的字形呢 就是随声的随字 下头加一个心脏的心字 所谓随声 也就是俗语所谓数把声 由于数把声的名字叫做随声 所以随字呢 也有人误读了他做好行小胃的胃字 这个字这样读法呢 显然是不肯查字典 也不肯请教识字的人的缘故 至于好行小胃这个胃字呢 就是同胃贞的胃字 同恩胃的胃字 同音 而且同这个恩胃的胃字呢 可以亦有相通的地方 比如说 例如在韩愚的宋里愿龟盘谷咀里面 清声而平体 秀外而胃中 那个胃字呢 本来就是写这个好行小胃的胃字 但是呢 在这个里愿龟盘谷咀里面呢 就写作恩胃的胃 即是胃州那个胃 而解造聪明的解法 一样作为聪明的解法 由于细说新语文学里面有 康伯未得我牙后胃 即是这个成语里面所讲 十人牙胃的胃字呢 在细说里面呢 也是写作胃贞的胃 即是胃州的胃 两个胃字可以相通 即是在这个场合里面可以相通 这个胃字的常用意呢 即是聪明的意思 智力高呢 就叫做胃 我们呢 通常将这个智和胃 两个字连合起来 在佛经里面呢 智和胃是不同的 有分别的 但是合起上来呢 智慧呢 也是一样的解释 智慧的胃字有问题的地方呢 就是有些读音上有些不同 有些人呢 读作胃 即是读作胃句的胃字 胃字和胃字所差的音呢 虽然是很少 但是啊 实际上呢 他是读作胃 我先说过呢 和胃贞的胃字是相通 所以呢 读作胃呢 就是不正确的 假如啊 用这样的名字呢 是应该呢 读作胃字 然后才适合